大家好,我是笨蛋,今天是2020年的5月4号,最近看到这么个视频哈,视频一开头就说明作者只是看到小报新闻,就开始一想,还从富士康的角度开始看中国,哈哈我觉得很是无脑搞笑,所以拿来喷一下,富士康呢? 没错,开始因为疫情,作为全国有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,他开始要求他的员工放假,当然国家规定放假还要给员工工资的,但最近传出这个裁员的信息,作为全世界流行的疫情,所有企业都在等待复苏,富士康的生意也不好做,早前网传深圳富士康厂区要求部分员工由5月1日开始,强制放假4个月,到9月1日才上班。 据称主要是由于疫情导致欧美经济停摆,Apple Store关闭,iPhone销量锐减,富士康订单也随之减少,另有传富士康4月起,开始劝退部分员工,郑州富士康4月中旬已停止招聘,员工加班时数减少,收入锐减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内地网上传出鸿海旗下富士康订单锐减,深圳厂区要求部分员工放假4个月, 台湾的中央社引述鸿海澄清称,目前大陆各厂区运作正常,并无大规模裁员及休假。 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实传言,无风不起浪,实在因为疫情的缘故,作为台湾老板的郭台铭深受西方影响,初期有些信心动摇,但从3月开始国家出台不裁员奖励政策,减免税收,减免员工社保费政策,免费提供接送员工上岗政策,和国内疫情趋于稳定并逐步开始复苏的迹象, 相信全世界没有比中国更安全的投资环境了,才让各个投资商恢复了信心,所以作为视频小编,不要拿花边新闻在这煽动不是舆论,连最起码的基本了解都没有, 就看了几篇小报文章来卖弄,赚取流量,实在是可恶至极,作为中国土地上的企业,只要是大型企业出现经济问题,中央都会扶持,这也是中国失业率全世界较低的原因, 实在扶持不住也会找别的经济巨头来借盘,保证平稳过渡,避免社会动荡,而小编尼那,不收集确切新闻也就罢了,还提出富士康看中国等不合实际的言论,误导广大观众, 没错,你说的出口数字差不多,但进口那,据统计富士康占整个中国GDP出口的3.9%,进口的3.6%,也就三个点的贸易顺差,因为原来是代加工企业,大部分利润都让美国赚去,所以它在中国收入里来说无足轻重,还有你提到,针对每年毕业生就业问题对吧? 是,中国每年要就业人口很多,但作为老龄化国家和人口密集型国家,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就业问题,而是技术工短缺问题,因教育方式的原因,培养出来的大多是文职人才,技术型人才在中国很短缺,并不像你说的毕业人数大造成闲置在见,还有就是你开始担心中国人的收入,是中国人平均的收入可能在世界并不富有, 但中国生活成本低,美国一个汉堡50元人民币,中国只要10元,因此这个算数你会吧? 疫情在中国时间只有最多两个月的爆发,两个月后就已经控制了,你还在这担心中国人钱够不够花? 你在国外你看疫情有没有人管,那天死了都没人管你,中国为了最大减少公民疫情期间生活成本,对贫困公民采取补助,免费扶持,对广大公民采取延迟贷款还款时间,免费发放医疗用品,虽然中国有自己的弊端, 但是通过疫情,我感觉还是中国最好,起码把公民的人身安全排在第一位,不像有些国家为了利益,放任疫情不管,公民感染人数越来越多,听说都挖万人坑了,再添保佑每一个人,我的视频就到这里,欢迎大家了解真实的中国,别听诸如这个小编的胡言乱语,乱说小编的视频链接我放到了下面,欢迎大家去看笑话。